您好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影音在地球村 什么样的猪肉最好吃呢 我相信很多人会联想到 黑毛的啦 还有温体猪 那当然台湾呢 过去我们大家都是 以这个台湾猪为傲 不过这几年 因为在自由贸易的原则下 我们看到卖场上 其实也有许多 来自不同国家的猪肉 那您在如果有吃过的话 您评比结果如何呢 当然现在以食安来讲 这个安全是会比品质 还更重要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专访的 这一位呢 他是祥普什叶 那祥普什叶 他是从这个动物的 保养剂代理起家 然后呢一路做到 他也有经营牧场 然后开市集餐厅 然后呢 前阵子又开了一个文创馆 不是一般的一个观光工厂 他是有这个文化特色 一个文创馆 让大家对于畜牧业 这个养猪这个行业 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那可以是说 从这个牧场 一直一路改良到餐桌 那所以我们今天 好好地跟他请教 这个台湾的猪这个产业 它的未来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让自己的猪这个产业 在过去对台湾 贡献这么多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 能够提升它的品质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战区餐盘大半面积的 战斧猪排 表面油亮多汁 焦糖色的灵格烤纹 仿佛已经闻到炭烤香气 这样一块大排 一头猪身上 只能取下四片左右 隔壁的猪肋排也是一样 肉质厚实饱满 风银油脂 凭着肉眼就能看见 镜头往侧面一带 尽量尽量地画面 让食物还没入口 眼睛已经鸡肠碌碌 我们在这里边几乎是 没有额外的这些化学 化学的添加物 我们没有味精 我们没有鸡粉 我们用的 我们就用的就是一些 盐巴胡椒 还有一点点糖 董事长吴昆明 不是餐饮科班 也从未在餐饮圈打滚过 农家子弟出身 父亲母亲都是畜牧农户 吴昆明耳濡目染 进入职场 也没和畜牧托关系 成立香菩公司 代理动物营养剂 而生命中的第一间餐厅 粮食就好 其实只是它的成果发表平台 念中庆大学畜牧系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四十年了 就没有离开畜牧这个产业 我们就有了 营养剂工厂以后 我们就开始想做一个猪肉饼牌 所以就有了猪场 有了猪场 这个猪要人来去帮你 宣导 说我的猪肉到底 有哪些不一样 所以就开了餐厅 来推广 我们的猪肉 娃娃坠地还没满月的小猪仔 粉粉嫩嫩好可爱 因为还没断奶 用餐时间一到 一个个又挤又钻 不惜垫着兄弟姐妹的背往上踩 也要抢到绝佳位置 这里是祥浦位在云林的肉猪场 我们猪场都是用水帘温控的环境 整个密闭的 所以它有电脑在控制它的温度的部分 那会控制风扇去调节它的进风量 来降低它的温度 那因为母猪它需要的温度会比较低 那小猪需要的温度会比较高 所以你看到那个 分娩床上面会有一个灯亮亮的 那就是保温灯要给小猪温暖的温度的 那有通风的部分 就是要让小母猪可以比较凉爽 主张人道饲养的祥浦食业 用温控调节猪场温度 圈养的栅栏也比一般大一些 让母猪在分娩时相对舒适 营养供给上原本就是祥浦的专业 种猪肉猪生产过后的母猪 需求各有不同 投其所需是养出健康株汁的 重要环节 我不把它当成是一个 飼料营养剂的工厂 我是把它当食品工厂的规格 来建我们的这个飼料营养剂的工厂 那后来呢我们的牧场也是一样 我们要符合基本的这个 所谓动物福利 然后它的饲养的环境 讲求动物福利的猪场 养出来的猪汁条件再好 最终还是得送上拍卖式 趁金论两的卖 吴昆明说 这不符合他心目中期望的蓝图 该怎么改变 该怎么保有品质 不如就自己分切自己卖吧 一块猪肉要好 就是说在生前照护 要营养要充足以外 其实之后变成肉的话 我们看的是比较重要 在生菌素的控管 那生菌素最重要 还是跟温度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屠宰 在去皮的时候 一只猪的土体 差不多快要三十几度 快四十度 所以要让它急速降温 是我们现在的课题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专车 我们用冷冻车去载它 急速降温 那再带到我们的预冷室 吴昆明大儿子吴继恒 2007年加入团队 负责品牌第一线 分切场就是它的发想 吴继恒认为 这是猪肉很重要的一环 有分切场才能做客制化服务 创造猪肉的价值 场内温度控制在十一度上下 这是一个细菌不容易滋生 人力又能够工作的室温 吐载完成的猪肉 要先在预冷室 带上十八到二十四个钟头 当土体温度降至五到七度以下 就是最适合分切的状态 人家会说 那这是表示这是冷冻肉吗 或者是就是不新鲜的吗 并不是 你可以看到 它还是没有节冻的状态 所以肉还是非常有弹性 它是软的 还是很有弹性 层层肢解的猪体 到最后变成一块块猪肉 工作人员俐落地取下大块猪油 就连筋膜也要拿掉 肉条在机器上滚一圈 筋膜硬身抽离 这是吴继恒从德国采购回来的机台 镜头前看到油画分布漂亮的肉片 就是一头猪仅仅两片的松板肉 总是供不应求 如果它的骨骼是这样光滑的 而且它的关节是非常平滑光滑 而且一个乳白色 就表示非常健康 肉的颜色 其实是应该是 当然部位不同还是有颜色的落差 但大部分应该是所谓 这种较深一点的粉红色 那你在看的时候 你在摸它的时候 是应该还有一点点 是要有弹性的 为了供应好的猪肉 吴家富字党从源头控管到末端 吴继恒开玩笑说 他陪着好多头猪走完一身 他们不想闭闷造居 内心有更大的宏愿 是改善从猪汁到肉品的大环境 因此筹备三年 盖了间农业文创馆 第一件事情是想成立 这个共好的猪肉品牌 那第二个就是想 如何跟消费的沟通 我们这个品牌的价值 所以农业文创馆的成立 就像传言您所说的 其实确实是想要 拉近消费者跟生产者的距离 借这个机会来提升 我们品牌的一个优势 文创馆取名梁佐工厂 正好和餐厅粮食就好相互回应 馆内详细介绍台湾猪肉品种 以及世界七大猪种介绍 虽然无法直接让游客 进入养猪场参观 不过梁佐工厂 用拟人画插图 详细描述猪之生态 甚至将友善畜牧的自由侠栏搬到展场内 另一个区块一低头就能看见分切场内 所有过程一览无疑 八月开始启动梁佐工厂的试营运 让很多的消费者来参观 周末我们从平均两三百人 到现在超过一千五百人 然后最高也到两千一百人 对我们品牌有没有帮助 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不管是好的建议或一些建议 其实它都留下了印象 就是至少我看到这所有的事情 都讲了一句话 就是我有看到梁佐工厂或项目公司 提供教堂的用心 大家去营造一个好的肉饼的环境 跟好的食物的移植习惯 往更有品味 有品质方向去改善 那我觉得这次所有的消费者 都应该有这种权利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是一个开始 这个model可以让大家 把这个选择食物的 这个选择钱放在自己的手上 把猪肉从牧场到餐桌的工序 摊在阳光下 透明公开的加工链 呈现给消费者 吴昆明和吴基恒 携手做转型农业的同时 更远大的寄望是 永续健康良善的肉品环境 生生不息 过去租场给人家的环境 不用我多说 但是我要说的是 那要看主人给他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香浦事业的营运长吴基恒 欢迎你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特别介绍你营运长 那当然还没有正式接班 不过这就是迟早的事情 刚刚在画面上有看到了 那您父亲还是执行长 是的 那提到香浦实业 当然一家企业 它的发展也循序渐进 你们家刚开始说 动物保养剂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行业 真的不太理解 动物保养剂 可以说说看 那时候生意就很好吗 是待了多久以前是 这个我父亲创业是1984年 但是在他创自己的公司之前 其实有在两个不同的公司服务过 一个是外商 一个是台湾本土的企业 所以他都说他其实蛮多的 蛮高兴有这个历练的 因为从外国体系到本土企业 都有各有优缺点 所以在1984年决定放手一搏 创立这个香浦 那就从这个动物营养保健品开始 那其实很多人是不了解 我们在做什么 其实这也是驱动我 想要走出来跟消费者来沟通 一件事情是 其实食物是有很多专业在后面 只是我们不晓得而已 那从我父亲的时候 其实早期如果认识我父亲 不认识我父亲没关系 一定听过他曾经卖过的商品 叫做欧罗肥 如果听过欧罗肥的话 应该叫欧罗肥 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个小孩子 吃了胖胖的就是吃欧罗肥长大的 所以其实早期我父亲的第一份工作 其实就是在卖这个商品 当然到现在今天我们就 一直一步一脚印的走到这个 下游就是消费性市场 那当时都是针对猪吗 动物保健品 没有我们是猪鸡牛羊水产都做 都有 所以我们都我们蛮自豪的 就是我们公司是蛮全方位的 畜牧营养保健品的提供者 所以我们不只是做猪鸡牛羊水产都做 但是从动物保健品一路跨到现在 我们看这么多又开餐厅 然后又有分切厂 然后有养猪厂 这个跨得很大 这一步一定是先前没有想到的 一定有一个事情 其实老实说这个 应该没有人想到会做到这个程度 因为一个企业的横向发展 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因为是在同样的业态 但是横向发展说 我们其实产品类的不同 虽然猪鸡牛羊水产各有不同的专业 但毕竟还是在畜牧业的范畴内 但是当我们起心动念 要做这个垂直整合的时候 真的是跨航如隔山 对 刚开始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不过还在做 在讲遇到困难之前 要先说为什么要去跨到这个行业 其实我进入这个行业九年前 从现场开始 我们到我们讲现场 就是去飼料工厂也好 去农薰牧场 去拜访推广营养品 不管是介绍产品 或者是建议配方 或者是拔暖 是这个建立感情 其实我都是在第一线 所以我们其实 虽然我们在食物链的最上游 但其实我们 我们其实跟食物是脱节的 我们只在乎动物生前 就是它的照护 跟它就是施主的这个效率 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当猪变成猪肉 我们就已经失联了 但我现在发现不对 因为我们走到后来才发现 其实这一切都是有联动的 如果猪肉的价值不能正确被反映 那养猪业者养鸡业者 如果它的获利是不稳定的 你想想看它会不会持续投资 那它如果不持续投资 在牧场或改变它的经营方针 与时俱进 环境的成本 动物福利等等 其实是可能会被丧失的 因为我们就是只是用猪肉在沟通 可是却没有把它其他附加价值 去做计算 所以祥埔公司做这件事情 是说如果祥埔真的在台湾 要与农业一起打拼 就不是只是解决 慘这件事情 其实消才是农业最大的瓶颈 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该怎么协助 这个产业来做提升 然后为什么选择猪 是因为猪毕竟还是台湾 食用最多的动物性大白质 也是台湾养殖产值最大的单翼动物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从最大量的 也是民生必需品开始切入 那说到您为什么跨到这个行业 除了说自己有心 来把它建立一个好的制度之外 因为我们知道你所念的 你看你在美国 约翰乎金斯大学 就念经济跟国际关系 然后又到日本找到田 修到国际气管的硕士 那在管理上当然是你有专才 那到家里来刚好是一个 你很大的一个实验场 尤其现在又横夸这么多 面向的一个领域 那现在跟父亲的 说分工好了 你们怎么互相的搭配 这个还是要去出 因为我其实小时候在念小学的时候 老师问我想要做床业 每个人在说他要当什么太空人 还是总统 我说我想当农夫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我们是云林人 我们从小逢年过节都会回老家去 那我一直很向往这种农村的这种生活 那当然我小时候所向往农村生活 跟现在已经十万八千里了 可是我其实一直都对生物很有兴趣 所以其实我在大学念的是 在John Chupkin他最有名的是生物 那我那时候其实志向并不明确 只是想念生物 然后运气很好进入这个学校 念biology pre-med 其实是想要去medical school 去医学院 但是我发现第一个 经过几次的这个 我去intern去见习 才发现自己是不是真的念医的这块料 其实喜欢生物就一定要念医学 又不完全一定 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 就跟我父亲在讨论 他就说 其实我们做畜牧业这行 其实生物 其实就是生物科技的一个实际应用 那是不是有机会一起来做 其实我父亲从来没有叫我加入他的行业 是因为有这样的 在大学求学的过程中 遇到一些瓶颈 然后在讨论 我父亲就开始跟我谈论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开始带我出国 然后去参访 协助他翻译以外 你可以多了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弟弟 吴季刚从小就已经自相明确 所以我想他对讯文研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兴趣 所以你觉得你都跟朱维武 他都跟美女在一起 所以两个真的差很大 我们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经讨论过这个话题 我觉得我们身为家人就是要支持 你去硬强迫一个人做他不适合的工作 其实对大家都不好 那其实我弟也是很明确他的这个方向 那我相对的其实跟我父亲讨论之后 其实说不定身为长子 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去延续一个父亲的事业 如果做得来的话 那应该这也是个选项 所以其实我们是充分的讨论之后才加入 所以我父亲跟我也是约发三章 就是大家先互相看对方两年 如果还顺眼的话就继续做下去 他一做就做到现在 所以你意思说你父亲也不一定要传给你的意思 没有 他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就完全尊重 然后两个儿子发展完全不一样 他都非常尊重 所以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既然你对这行业也有兴趣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创业成功 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因为你现在的发展 已经跟你父亲先前做的已经有些不同 因为包括你这些想法落实 你父亲也尊重你 包括开这个文创馆 或者说餐厅的一个市集 怎么行销 我们待会儿再来讲 香浦实业从动物保养剂开始 那一路到这个牧场 然后开餐厅 开了文创馆 那我想说这样一个步骤 其实每一步在发展的时候 都有些意外没有想到的 那我想问一下 首先我们看这个养猪场好了 那我们在画面上有看到 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 他们在看 其实他们看的是怎么去分街 那如果说从这个续养 一直到餐桌 这整个这样子一个供应链来讲 你们家缺的是不是 就是只有这个屠宰的部分 那为什么缺这一块呢 其实最简单的答案 就是心有余力不足 其实我们从这个动物养品 这样子夸航到养殖业 以前是用嘴巴养猪 用嘴巴教人家养猪 等到实际夸到养殖业 想做一个示范 因为你今天要做一个品牌 或你想做一个 一定要有个示范的基地 要不然怎么去跟序幕的同仁说 你们跟我一起这样做 所以当我们体型动力 决定要走这个所谓的 from the table的概念 就是从农场到餐桌 从用嘴养猪到实际养猪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当然到分切 又是另外一个学问 因为养殖 讲的是效率 讲的是营养配方 讲的是环境 但是讲到分切 就有部位 就有切工 就有这个耗损 这些技术 其实又是不一样 那到这个运输 到烹调 其实一条路走下来 其实已经是 有点心力憔悴 但是回来讲 这个屠宰这件事情 其实一个好 我们是一步走下去 才发现下一段都很重要 才说那是不是要投到下一段去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找到好的合作伙伴 所以屠宰的部分 我们是找到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加速我们这个一条链的成型 你的意思是说 除了屠宰之外 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合作伙伴 其实这一条路上 我们一直希望 可以找到好的合作伙伴 但是我们心中 所设定的那个目标 可能某种程度上 可能在现在的环境下 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一路走来 就一直在创立一个新的 business model 去延续我们的理念 那当然屠宰场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环节 但是我相信未来 如果有机会 我还是希望可以 可以再改改善这个作业流程 但目前我们所找到的厂商 其实也很热 已经很愿意 也很积极的配合 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就当然是 有借力实力 还是我们最好的方式 所以屠宰场这一块 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 涉略是这样子 是 开始有些有心人 有可能跟你们合作 这观念会慢慢的滋长 其实这一块 其实我真的在这五六年 开始决心要往这下游走 然后从一开始餐厅 因为分切场还没盖好 然后又为了自己卖自己一头 自己认为自己生产 从头到尾的猪肉 没人帮我切 那我们就是开设了四级餐厅 自己分切 开始收集消费者的资讯 这三年来 我真的看到 令人感动的就是 消费者的意识 逐渐在抬头 要不然老实说 我们的公司早就倒了 但是或者是 如果还没倒了 就是这个心里也憔悴了 因为其实那时候 我们自己认为 很正常的东西 在跟消费者讲 他完全听不懂 比如说 很多说哪些部位都有残留 或者是现在还在用生长激素 那这些讯息 其实完全是偏颇的 那我应该是说不正确的 然后还有说 就是黑猪跟白猪的差别 温体猪冷藏冷冻肉的差别 其实是需要长时间 长时间的沟通 让消费者达到一个 要慢慢让他了解 这个整个流程 我一直不希望是用 用恐怖的行销 我是希望消费者 自己能判断 对他最适合的产品 是什么 那以前是 好像在对牛弹琴 你知道 然后现在其实不需要 因为他们的 我们消费者的 对产品的了解程度 已经不亚于我们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那当然这还是 小众市场没有错 因为大环境的整个结构 还是需要靠 整体的教育 整个体质去改善 但至少在我所能接触的 仅有的范围内 我是感到非常大的进步 是 其实我们怎么样从 比如说养殖的观念 养猪这样的观念 怎么样提供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然后之后分切 为什么分切 你是觉得这么的重要 我想这一点 可能很多消费者不明白 想说这个猪肢 不是屠宰完之后 那就是切 这个有什么好说 去控管 会怎么样 其实分切 站在什么样角度来看 它是重要 其实有两个层面 我还是必须回来讲 其实农业在台湾 整个产值 虽然还是 猪是最大的 但它其实逐年下滑的 其实台湾的畜牧业 是每一年 自从97年的风暴之后 我们从外销生意 转到国内生意 内需市场 其实人口的 其实人口并没有成长的 速度那么快 土地限制越来越多 环境保护意识 跟一些法规也越来越严谨 二代农民不太回 也都不太回来家业 其实整体畜牧业 是非常萧条与下滑的 所以站在我的立场 今天我加入香火公司 如果只是延续我父亲的 一个事业体 当然或者是跟我的同事打拼 但是我再打一个是下坡战 没有什么 其实说老实话 我们没有 我只能说的是 我们尽可能守住 我们的一点点市场 但是看不到未来 但是其实未来性 如果你站在一个 Macro economy的角度来看 是没有人要投入的 这也是为什么外商 在1997年 逐步都开始离开台湾 或者是改变新的策略模式 就不再放自己的主体在台湾 是因为整体的台湾市场 是萎缩的 对 而且现在很多进口的猪肉 如果你吃吃看的话 觉得说那个也蛮好吃的 那台湾的猪肉 就没有什么差存在的价值 所以在一个 动物营养品的提供者 当然我们有不同的策略 就会今天在商延商 我们可以离开 离开台湾 把这个被什么转到越南 柬埔寨 曾经早期是大陆 当然现在可能大陆 已经不需要了 但是现在柬埔寨 又是一个新的新型市场 也就是人口在成长 动物性蛋白质 就是还没有 开始逐渐要富裕的国家 其实就是我们应该 要去积极进攻的 可是那个对想谱来讲 可能是优点 但是对台湾来讲 就有 我们的心力 如果都一直离开在台湾 那谁来照护台湾这些畜牧业者 那其实畜牧业者最终是提供食品 给国内的台湾人 那当然如果我们观光事业 做得很成功 也会提供给外国人一些好的产品 可是实际上 我们面临的抉择 就是我跟我父亲在说 当然我们如果有机会往外走 我们还是一定要想办法 找到一个机会 但是是不是深耕台湾 也是另外一个背道而行 但是也是另外一个机会 因为台湾消费者可能吃少了 但是是要吃更好一点 那农畜牧业越来越萎缩 那是不是更应该去无存经 留下更好的 那说不定才是一个 对台湾环境也是最佳的 为什么 因为任何的产业 只要工业化 都是对环境的冲击 畜牧业也是常常被批评 是一个很大的污染源 确实如此 我也必须说 我们不可会用 我们也生产出很多的废弃物 可是这些废弃物 为什么在国外可以得以 在家再使用 那一定有方法 并不是把产业灭掉 就叫解决问题 那好 我们都可以不吃东西 全部靠进口 可是你要知道 未来食品是 食物是短缺的时候 其实那是暂地资源 台湾是先天 有一个先天的条件 是有能力喂纳 这样的一个自给率的 我们可以自己自主 是可以自己自主到某种 我觉得如果到35%到40% 是一个很优良的数字 其他再靠进口来弥补 我觉得这是一个 政策上很 必须做的事情 不是说都吃本土就是好 但是本土应该留下来的 是应该是高品质 然后对环境降低污染的产物 太弱留强 是 所以说我才 那时候我们在想的是 当然策略 我一方面是心念是说 可不可以跟薰木屋一起打拼 当然在商业的角度 我每次给自己找一个机会 去 那为什么再回来讲加工 因为任何的产品 我刚刚讲过 我们一直在停留在产 这件事情 好像一直把产能做大 才是降低成本的一种思考 但是都没有人在做 Value Added 那那个Value Added在哪里 这附加价值一定是来自于 架工 因为我们最大的新天调制的缺点就是 农序 农产品 农序产品 在这个 这个 毛猪的状态下 或者是一把菜 一根萝卜还没有去意 还没清洁 它就是一个农产品 但是真的有附加价值 要变成萝卜 萝卜糕 或者是做成烧腊 拉面 那其他附加价值提升就会非常多 所以这个中间最重要的这个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媒介 就是分切加工厂 所以我们那时候 为什么决定要投入分切加工厂 是因为 如果不能掌控分切跟加工 农产品永远就是农产品 那租农 我们不缺的是好的租农伙伴 缺的是更多优质的分切 当然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分切加工厂 是很优质的 但我是觉得还有 还有更多的 我们还有机会投入 那我们有许多家庭主妇也会问 我到菜市场去买猪肉 我也叫他分切 就是说我要这一块要那肉 或者说你就要给我那个有筋的肉 也是 那这个就不是分切 我想给他一个认为 没有那是一个分切的行为没有错 那其实传统市场也是有它的意义在 它其实就是一个分切的动作 还可以跟你讨论部位 讨论趁金正良 或者是会说 我想做这个京都排骨 请问哪一块肉最好 其实我们想保留的是这个氛围没有错 可是我们是想提升的是 讲这个食品安全 就是讲到进步 进步是什么 除了好吃买到你想的部位以外 还有哪些东西我们忘了 第一个生菌树有没有考虑到 整个运输的环节 在即使我的猪养好了 如果在不对的环境分切跟运输 那细菌树是越生菌树越来越高 那肉的变化就越来越多 第二个是养殖场 如果我们现在都不做产销领域认证 如果我们一个是运输要得宜 可是也要知道来源 假设这只猪是养在不对的环境下 有过度的药物残留 或者一些不当的一些产品的使用 那是不是也会伤害你的安全 所以其实食品安全 绝对不是建筑在情感上面 它是一个清楚的载明的流程 跟一个有科学根据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才说 相符做的事情 并不是要改变传统行业 只是想要尽一分力提升传统行业 提升之后 我们能交代清楚我们的来源 我们可以把我们升级降低 让我们现在消费者 还可以继续觉得台湾猪肉是好的 鸡肉是好的 他才不会去一直买进口的 那如果他都买进口的 我就失误我们还有存在的必要性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投入这一份心力 其实一个是帮助自己本业的转型 也是找到第二春 在一个萎缩市场找到第二春 从畜牧产业谈调到这个食品产业 那其实也是希望说 我们看到一些还有可以进步的地方 所以你们分切场 势必一定是温度控制 温度一定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一定是都定温的一个环节 我们在15度以下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透明式的 其实台湾人相对的 对传统 因为传统市场都去过 其实小朋友比我想象中 还要勇敢 我们现在外面有标语说 这个里面有分切行为 但是其实小朋友 因为可能有跟家人去过市场 也看过这些分切的状态 所以其实是 他们看的还蛮有趣的 那为什么要展现这个 其实就是拉近消费者跟我们的距离 然后把我们的温度很清楚展明在 在这个环境之下 那那个我们的作业流程 让消费者感觉到 我们不怕让你看 因为我如果透明了 我东西掉地上 我还真的还不敢捡回去 那如果我说不开放的话 我相对你会觉得 我是不是都在嘴巴讲一套 然后在这边做一套 所以还是有它的意义在 这是我们想要的 你把这个开放大家来看 不是所谓的传统的这种观光工厂 而是一个比较文创馆的 这种方式来呈现 那作用是什么 我们稍后回来 小谷十一从牧场到餐桌 我们刚上一段有提到说 他们开的是文创馆 当然这个名词放在这个养猪场 畜牧场来讲是蛮新鲜的一个词 那跟一般的观光工厂是不一样的 你的发想是什么 其实我们并不是畜牧场 是做观光工厂 是分解架工的部分 那其实因为我们 其实畜牧场在 除非你是做观光型农场 或者是开心农场 实际上当然是 那个setup就不太一样 如果是真正的专业养殖场 是反而是不太喜欢太多的人 去进到场内 因为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污染源 所以我们不管是 我们的种猪场或肉猪场 其实我们的生活安全都要尽可能做到好 这样才可以让猪肢 没有健康上的疑虑 那这样的行为做得好的话 自然不容易生病 那不容易生病是不是就不用用药 所以其实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降低用药 这件事情 当然如果可以做到无药是目标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从预防医学 然后生活安全角度做好以后 你降低用药 那自然到无药是一个进程 所以自然不方便观光 对 所以很多朋友来我们的工厂 常来说 怎么没有猪猪可以看 小朋友好失望 我说看到了你就不好意思吃它了 而且观光工厂 通常大家吃吃喝喝试饮 然后就会买嘛 办手礼 那你们家变成文创馆 对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有先天性的不足 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讲 尽可能述说 猪的就是农业的故事 那in this case就是 在这个我们是用猪为主要载体 所以我们的馆内 其实有很多的创作 跟一些文案 让消费者可以了解猪的一生 然后从图像的一个展示 还有我们导览员的解说 让他可以了解 弥补到他看不到猪的这部分 那当然我们也会 我们也持续在拍影片 去让消费者看到一些 我们想展现 但不方便让他去 每个讯步访法看的部分 所以这个以后我相信 未来我还希望可以导入一个 就是所谓的live feed 就是直接用 因为现在的这个技术都非常发达 是可以用远端的方式 看到我们的作业流程 所以我们持续精进 让消费者可以拉近消费者的距离 但是很抱歉 有的地方就是不方便 不能让这个消费者去看 那分切场的文创的部分 我一直说过 我们是观光工厂没有错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有一点教育的性质 所以当然我也是希望说 消费者如果觉得 我们的产品不错 可以尝试到或买到 在我们一楼的部分 当然都可以 是 所以他们参观网 自然有幸运的话 就可以买了 但是我们的二楼 整个二楼很大的面积 都是在做讯息的提供 希望说至少离开这边 可以带走一小部分 对租物也好 对农业的一点点认识 也长一点知识 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那你们现在通路 大概是什么布局 我们筹备这个观光工厂 我们应该筹备这个 分解加工厂三年多 又要结合两个 完全不同的营业模式 一个是观光事业 假设是观光工厂 其实是一个观光事业 但是我们的分解加工 又是一个高度 专业的食品加工行业 所以其实花了 非常多时间筹备 那到今年的这个7月 才开始正式的 有商品提供 那非常幸运的是 我们团队的努力 那已经有陆陆续 是二三十家的 邮寄店面 然后就开始用我们的商品 那还有一些餐饮业 也也开始跟我们需求合作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就是 最怕就是好理念好东西 然后取高和寡 但是 所以你在有机商店卖 现在目前大概跟几家合作 我们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家 快三十家了 二十几家 那以你的价格来讲 跟我们可以这样比较 让观众了解一下 在有机店跟其他牌子的 猪肉品牌来比较的话 价差 其实现在的猪肉品牌 大大小小都快要将近三十个品牌 那如果说是讲品牌猪肉 冷藏冷冻这一块 我们的价格其实 也不是最贵的 也不是最贵的 所以目前我们有机店的客人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希望东西能 越便宜越好 我知道这是大部分的期许 但是我相信未来 随着这个量的增加 跟我们的产能的这个调节 如果能回馈给消费者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回馈消费者 但现在这个时间的 所谓的建议售价 其实在品牌猪肉里面 是算还算合理的价格 不是最贵的 那但是如果跟传统市场的肉比 我们就确实是相较会贵一些 大概会贵几圈 因为猪肉是也是实价 有一些变化性 但是我相信应该会有 三四十个percent的差别 三四十个percent的差别 那你追求希望这个价格 等于是价值 希望我们消费者 我想还是合理看待 就像您讲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贵或便宜 当然你可以从单一的价格来看 但它所背后所带的 其他的价值 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价格 我可以说的是 我们从农场的 就是饲料营养的用心 添加量也好 我们的维生素矿物质 酵素益生菌 其实对我们 我们是投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预防医学的概念在我们组织上 所以就没有药产的问题 第二个指定农场以外 我们又全程冰线 所以从屠宰到屠宰场 我们专车接送 到我们的自己的加工厂做预冷 到降到五度以下 还没冷冻的状态 最低的生菌素开始作业 所以不管是提供生鲜产品 或者未来的冷冻商品 全程都是冰线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价值 放进去的话 我认为这个价格在 在现在的品牌市场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 还是有竞争力 我觉得还是有竞争力 运输上你知道 有时候运输会出了一些问题 这点是目前我们遇到 最大的瓶颈 就是说台湾其实 不管是宅配 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宅配 然后也很多人在网路上订购 那我们都希望他可以拿到 最好的产品 可是物流这块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冰线的商品又非常敏感 所以中间厂长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现在自己也在打造 自己的运输团队 当然我们也是跟现在台湾的 几大的知名的运输团队在配合 但是有一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自己有掌握度 尤其是像餐饮业 或者一些冰 尤其是冰线的部分 就是非冷冻品冷藏品 一定要在五度以下零度以上 这个就要 还得要靠自己才有办法把关 那你现在面临到 你觉得在营运上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其实在营运上最大的困难 当然从传统事业 这种中小型企业的转型 就是我们做了 以前早期中小企业老板做了算 然后公司的员工就是 就是一个方向就做了 也没有谈什么结构 也没有谈什么这个制度 但是实际上要永续经营 其实转型 不只是转business model 就是不只是转商业模式 内部的企业转型也很重要 所以一方面我们总小 我父亲创立强谱三十余年 我们现在做到多 等一下就是多事业体的 多角化经营 其实内部改革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第二件事情 当然品牌注入的推广 就是我们希望把 choice pick救好住这件事情 传递出去 希望可以在三年五年内 成为台湾人心目中的一个 可信赖的品牌 光是这件事情 又是另外一个难事 因为我们早期是做 B2B的生意为多 那其实在消费性市场的行销 跟通路的掌握度 是非常极度的薄弱 所以如何在跨行的情况下 找到对的人来加入我们团队 拉我们一把 然后成为我们新的团队 我们的旧的团队 可以守住我们的 动物保健事业处 持续提供我们的迅物厂跟饲料厂 好的优质营养品 但是新的这个行业 讲的是消费性市场 讲的是消费性市行销 讲的是电子商务 这个一定要找到 我们应该要广结更多的 这个能人来我们的相补公司 你在定价上面 是不是因为有不同的通物在买 在价格上是不是一致 我们是秉持这个精神 就是希望能够配合的伙伴 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价格结构 因为一个好的产品 其实常常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price 这个price如果一旦错了 这个product再好也没用 所以这个价格是我们 都是全台湾都是一定的 触销活动会配合吗 当然我们有些触销活动 会用产品搭正的方式 让消费者还是可以 尽可能回馈给消费者 但是在价格的部分 我们蛮严守这个规则 是 那你们公司在商场 白货商场设置了一个四级餐厅 对 那那个四级餐厅主要开的目的 是不是用来让大家真正品尝 你们家的猪肉到底有什么不同 所以需要一个实体店面 对 没错 当初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除了要解决我们自己 要卖一头猪的这件问题 在分店还没开始之前 也是开始收集 也是展示自己猪肉的风味 是否被消费者给接受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吃饭的体验餐厅 所以我们就设立了一个 这样的餐厅事业 那其实今年开始 我们的分界厂已经完成了 我们反而会更加紧脚步照须 不管是自己持续经营 或者找对的伙伴来共同经营 就是要用就好住 不只是有的消费者 其实外食是一个很大的需求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肉回去做 所以有两块部分 除了生肉我们持续是我们的基础以外 不管是提供消费者店面或者是餐饮业 最重要两块是我们发现是一个机会 就是二次加工品 也就是让消费者买回去 可以更快速的享用 而不用从头到尾做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时间 厨房这些都是有些限制 所以二次加工品很重要 另外就是餐饮 希望可以更多人可以体验到 是 那2016开了这个文创馆 2017 今年度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希望可以达成的 其实我们的基础建设都终于趋近完成 再来才是最大挑战 反而是以前是盖的时候觉得好辛苦 盖完才是最大挑战 也就是营运面 那如何让我们的餐饮通路也好 或消费者更相信 更接受 更了解我们就好住的品牌 是2017年 享福公司2017年到2020年最重要的目标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三年内可以达成一个 一定的一个里程碑的话 这样我才能完成真正我当初所说的 可不可以让更多的农民朋友 加入这个共同共好品牌 享福一直说过 我们不是要养很多的猪 台湾已经不缺乏养猪的人 台湾缺乏的是一个好的品牌 让消费者识别以后 带动我们的生产者改变 那我们才能跟我的 我们的农民朋友说 我们一起这样做 共同来做这个品牌 我用什么更好的价钱来给你收购 但是请你要照我的方式做 例如说对动物的照护 动物福利的提升 环境废弃物是不是逐步的要来做一些改善 如果你没有给人家一个固定的获利 他怎么可能有钱去做投资 是 你这样的观念也是 其实永续经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那套一句流行话 自己的产业自己就 我希望说你打造更好的台湾品牌 让我们有更好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这三年最重要的目标 好 今天非常谢谢你 谢谢 您在地球身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您也可以透过网路来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